母乳对婴儿而言,是最安全,最自然,最完整的食物,它不仅含有婴儿成长所需的各种营养和抗体,且容易被小花吸收,许多年轻妈妈在怀孕之初,就立下了产后要坚持母乳喂养的决心,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好,而且妈妈也能受惠,母乳喂养是门大学问,新手妈妈因为不懂得正确地进行母乳喂养, 而导致各种状况频发,母乳喂养要遵循以下六大原则,新手妈妈都来学学吧 一,第一口奶,从出乳开始出乳是指信妈咪产后五天内分泌的乳汁,是新生宝宝最佳的天然营养品,出书里面含有许多分泌性抗体,这种抗体可以保护孩子的肠道,防止细菌疾可能导致孩子破免的大蛋白分子的侵入 孩子出生后的半个小时之内,甚至十分钟之内,我们要让他马上与母亲的乳头进行接触 这叫做产后早吸收,这样可以避免孩子由于接触像皮带头产生错觉而拒绝吃母乳 妈妈的身体通过宝宝频繁吃奶及有效吸收获得信号,以分泌出宝宝需要的等量母乳 宝宝多吸收,有助于妈妈分泌宝宝所需的母乳 早吃奶,常吃奶是母乳为养,有个良好开端的最重要因素 宝宝出生后,应当按照宝宝的意愿,不受限制的哺乳 即使没有哺乳,也应该多和宝宝保持肌肤接触 将乳房放在宝宝出手可及的地方 不仅有助于宝宝情绪稳定,也有助于母乳为养的顺利进行 二位奶后注意给宝宝拍个小宝宝 常发生吃奶后吐奶的情况 那是因为宝宝分门的收缩功能还为发育成熟 且为能很好的掌握吸收技巧 吃得太饱或喝奶时吞入空气,又未打嗝 就容易发生吐奶现象 如果妈妈在喂奶后不注意拍嗝 奶水很容易会抢到肺,而引起吸入性肺炎 三到六个月大的宝宝,定15到20分钟拍嗝一次 请妈咪要学会利用喂奶过程中的自然停顿时间 来给宝宝开盒,比如宝宝散开奶嘴或发现另一支鼠方式 每次喂奶结束后,妈妈也要再次给宝宝开盒哦 三,依此吃一种奶宝宝 到了一定月龄后,一些妈妈开始出现乳汁分泌不足的情况 怕宝宝会饿着,妈妈们会选择添加奶粉 母乳奶粉混合喂养是有讲究的 通常来说依此只喂一种奶 这一顿吃母乳就不要再缓 即使觉得宝宝没有吃饱,也不要喂牛奶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将下一次喂奶的时间提前 奶粉和母乳交叉的影子 一方面会让宝宝对鼠头产生错觉 不利于宝宝的消化 甚至有可能导致宝宝咽奶 另一方面,母乳是越吸越多的 要是妈妈担心自己奶水不足 而减少给宝宝母乳喂养的次数 那会让妈妈的母乳变得越来越少 喂养母乳不要间隔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喂养 喂养时间需均衡 四,生气时不能喂奶美活一项研究发现 在哺乳期间,妈妈精神不好 常生气,身体经常分泌出对人体不利的毒素 并通过乳汁传递给婴儿 使婴儿身体嗑脏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或导致身体免疫功能低下而患各种疾病 或使神经的各个系统遭到不同的迁累而发育直缓 因此,当妈妈的生气,愤怒,焦虑,紧张到不良情绪下 千万不要给宝宝喂奶 最好是过半天或几天的时间 喂奶人还要先挤出一部分乳汁 再用干净的布擦干乳头后再哺乳 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对宝宝和妈妈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 五,哺乳期 不要随便吃药妈妈的乳汁营养 与自身身体健康,有很大的联系 特别是母乳喂养的时候 妈妈一定要注意饮食 不能乱用药 有些药物不仅会影响到妈妈乳汁的分泌 还会随着蜀植进入到宝宝的体内 对宝宝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母乳喂养的妈妈在服用药物之前 一定要遵循医生的指示 为了宝宝的健康 千万别乱用药 任何离饮食 奶水更多更营养 要向乳汁分泌旺盛 净营养成分优良 哺乳期妈妈的热门及营养素的量 也要对应增加 所以每日应额外加餐 一天一次的午餐较为适合 三两餐之间最好多饮水或其他营养饮料 如果烧奶或乌奶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不妨适适催水催乳特餐不要善 吃些富含蛋白质的流质食物 多喝能催熟的汤类 如炖鸡汤、花生猪蹄汤、鸡鱼豆腐汤等 另外,喝牛奶也可以高效催乳 借牛奶含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和化物质 所以孕妇在产后可以适当的多喝牛奶 当然,并非进食的越多进越好 因为在做月子时过程时间多而活动减少 且是乳特的食物大多是高热量或肥鸡的食物 如果每天进食太多 不仅不能增加米乳量 反而因造成胃肠不适 而是乳质减少 母乳喂羊之间鲜 经历过的妈妈都知道 但为了给宝宝最好的口粮 无论有多艰难 妈妈们都会尽力去克服 坚持母乳喂养 把最好的给宝宝 妈妈多么伟大呀 母乳喂养往往孽然而异 想要给宝宝更多营养 让宝宝更健康的成长 以上六原则不可忽视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